韩德军被追罚有争议 裁判主说出了真相 姚明还要竞赛五场吗 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唱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咱们一起跟大家共同了解到 那么韩德军在面对着广东队的比赛当中 韩德军就跟广东队的威姆斯 那么其中威姆斯是走击到了韩德军 导致了威姆斯进攻的过程当中 撞到了韩德军 他倒在了地上 于是韩德军他站起来之后 马上冲向了威姆斯 那么过后双方赶紧把两名选手给拉开 随后裁判是吹了韩德军 他是取消了比赛的资格被罚出了场判 那么威姆斯同样的道理 他也被驱逐出场了 他是为底犯规的 所以说直到如今 那么当我们了解到韩德军 为什么也会被驱逐出场 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式到来了 其中咱们要了解到 理论上来看呢 韩德军他是被威姆斯给撞到了 那么韩德军呢 他应当不会被罚出场外才对 应当呢是缺乏 威姆斯他为底犯规了 把他驱逐出场 然而呢 在过后的韩德军因为呢 据了解到他站起来之后 他是主动动手了 也就是韩德军直接走向了威姆斯的 其中呢 韩德军他本次的动手呢 那么在CV的比赛当中呢 可以说呢 这也是一个违规的动作行为的 而且呢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 是要遭遇到一定的竞赛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韩德军啊 他不仅仅说被取消了 本场比赛的资格 那么在过后呢 大概率是要被竞赛无场的 那么这个判法呢 就让不少球迷感到非常不解 毕竟呢 过去的比赛 咱们要了解到 韩德军明明他是被撞到的 为什么他还要被竞赛呢 谈到这里啊 那咱们呢 就要共同了解到背后的情况了 其中呢 那就是啊 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那么 韩德军哪怕说他被撞倒了 那么理论上来看呢 威姆斯要是要被罚出强怪的 只不过呢 韩德军他在过后呢 确实是有动手去推人了 确实呢 他过后走向了威姆斯 那么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呢 确实是严重违反了 斯培的规定的 所以说呢 裁判组方面呢 确实呢 把韩德军给驱逐出场 另外呢 也把威姆斯给赶出了场外 而这个处罚呢 理论上来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毕竟呢 韩德军他确实呢 是被犯规了 但是他过后动手了 所以说呢 韩德军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他也确实呢 是受到了一定的处罚了 只不过呢 当咱们了解到韩德军 他在整个防守过程当中的时候 对这个判法呢 确实有不少的争议 因为呢 韩德军他原本呢 是在伸手 想要把球给掏下来 也就是啊 想要呢 去截断这个球 然后呢 那威姆斯他的进攻呢 太快了 并且呢 他的手上呢 有一个防护的动作 没想到呢 这个动作呢 确实也走到了 韩德军他的鼻子 他的脸上 导致了现在 韩德军他直接呢 鼻梁骨折了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 韩德军他的情况呢 确实伤病情况呢 有些严重 另外呢 威姆斯呢 他本次的这个动作呢 确实太大了 毕竟呢 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明显看得出来 韩德军倒地不起 直接呢 双手跟双脚呢 都直接拍着地板 看得出来 确实伤得很重 那么咱们也希望呢 韩德军可以 快速的恢复过来 没有很大的伤病的问题 而另外呢 对韩德军 他在过后 被姚明方面呢 要继续追伐 无偿比赛 这样一个竞赛情况 那么大家认为呢 裁判组是不是过于严格了 那么对比之上呢 到底是要去追加 威姆斯他的竞赛 还是韩德军 他的竞赛无偿呢 那么大家对此 有什么想说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享 下期